大家好,我是老肉 今天这下来说冬虫下草 那么冬虫下草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呢 它是两种生物的合体 一种是虫子,一种是真菌 被有些人当成保健品的冬虫下草 其实就是被真菌寄生 然后死掉了的虫子 这是常说的冬虫下草 不过这词要放在生物学里 可就不一样了 生物学里冬虫下草其实是个物种名 指的就是那种真菌 跟虫子没关系 生物学分类是真菌界 紫囊军门,粪壳军缸,肉作军木 献虫草壳,献虫草鼠的东虫下草 它是一种真菌的名字 那么东虫下草呢 主要分布在青藏高原地区 海拔3000米到5000米的高山草垫上比较多 通常来说 它所寄生的虫子是固定的 一般都是蝙蝠鹅的幼虫 是一种毛毛虫 所以东虫下草的英文名叫 Caterpillar fungus 毛毛虫真菌 那么这种毛毛虫长度大约在3到5厘米 生活在地底下 然后土壤里偶尔会有东虫下草的包子 毛毛虫一旦接触到就会被感染 体内开始长真菌 真菌吸收虫子身体作为生长的营养 逐渐就把虫子给寄生死了 外表看还是虫子 其实里面全都是菌丝 早就变僵了 那么这时候呢 一般是冬天 所以才有了东虫这么个叫法 那么第二年天气暖和了 真菌又继续开始生长 它会从幼虫尸体脑袋位置 长出一根棒状的结构 这是它的子实体 相当于一个小蘑菇 产生包子用的 最后这根棒子越长越长 就伸到地面上来了 看起来像跟枯草的草杆子一样 所以就管它叫夏草 东虫夏草这个名字就是这么来的 所以大家也看出来了 东虫夏草其实跟草没关系 它是一种真菌 而且因为它知名度太高 所以生物学里面就把这类寄生虫子的真菌 都叫什么什么虫草 其中它们是长在虫子身上的草 其实就是从虫子身上长出小蘑菇来了 但是其他真菌呢 也不一定符合冬天虫子夏天草这个规律 还叫东虫夏草就不合适了 所以直接叫虫草 比如刚才说的肉作菌木里面 就有虫草科和线虫草科 这两颗至少有几百个物种 是寄生在各种虫子身上 比如甲虫 飞蛾 黄蜂 蝉 蝉 蝗蟲 蚂蚁之类的 长出来的小蘑菇 那也是千奇百怪 各式各样都有 它们都属于是虫草 包括刚才说的东虫夏草 学名是Ophicodiceps sinensis 这个sinensis代表的是中华的意思 所以它又叫中华虫草 那么关于东虫夏草 作为保健品的话题 这个争议比较大 我这边也没有聊这个的资质 所以这期咱不说这个 这期主要说虫草的生存模式 还有它们和虫子之间的故事 而且正好中华虫草所在的 线虫草树 刚好有一些非常神秘的虫草 有很多不可思议的行为 特别夸张 今天咱主要说它们 说日带雨林里 有只小蚂蚁 它们的蚁群生活在非常高大的树上 在树上挖动株潮 然后突然有一天 这只蚂蚁变得有点奇怪 走路感觉颤颤巍巍的 跟喝大了一样 走不太稳 而且还离开蚁群自己下树了 然后下树之后 它也不是去找吃的 而是找了一棵很矮的树 类似于灌木那种的 又爬上去了 爬上去干嘛 这就更诡异了 说它找了个地方 竟然一口咬在了上面 就是直接用大鳄使劲咬住 咬得很死那种的 而且这一口咬下去 它这被子就再也没松开过 到死也不松口就很奇怪 所以蚂蚁这到底是唱的哪一处呢 哎 过几周你就看出来了 先是它全身就像发霉长毛了一样 长出来好多军丝 然后它脑在后面的位置 穿出来一根锡杆子 这杆子越深越长 就跟东虫下草那根杆子一样 然后在杆子上 还长出了一个小球 跟长了个牛子似的 所以这下不用说 是吧 大家也都明白了 这只蚂蚁是被虫草真菌给寄生了 如果这只蚂蚁仅仅是被寄生的话 还没那么奇怪 真正奇怪在哪呢 就是这只蚂蚁最后死的位置 说2009年的时候 有项研究发现个现象 特别不可思议 研究人员统计了大量的蚂蚁尸体 都是被虫草寄生死的 结果发现它们死的位置 竟然出奇的一致 首先它们距离地面的高度非常统一 离地面很近 全都集中在25.2正负2.46厘米 这么一个区间 就很离谱 然后这些叶子 绝大多数还都在树的北面 95%在北面稍微偏稀一点 大约60度角 这么一个范围里面 另外再一个就是蚂蚁咬的地方 98%是咬在叶子背面的叶脉上 然后咬下去的时间 都在正午前后 总之你会感觉 这一切都特别有讲究 特别有设计 绝对不是巧合 所以研究人员就得研究 是吧 这到底是个什么讲究呢 他们发现竟然是虫草的喜好 说热带雨林有个特点 就是越靠近地面的地方 它的温度和湿度就约稳定 高度超过一米的话 尤其是五米以上 温湿度波动就会非常大 那么最后蚂蚁死去的位置 大约25厘米这个高度 就刚好处在一个特别稳定的范围 湿度大约是94%到95% 温度在25-6度 然后研究人员就推测说 这会不会就是虫草最喜欢的环境呢 应该验证一下这个 所以他们就把一些蚂蚁尸体 连叶子一起换了个地方 有些转移到了地面上 有些转移到了高处 结果发现不论是高了还是低了 虫草都发育不良了 小蘑菇长得很不正常 也就是说蚂蚁最后选的 25厘米这个高度 它就是虫草生长的最佳环境 温湿度都合适 躲在叶子背面还能遮阳避雨 日后产生的包子 也可以方便的散播出去 简直不要太完美了 是吧 当然很明显 这就不是蚂蚁选的位置了 肯定是虫草选的 准确来说是虫草操纵蚁 来到了这个位置 所以这到底是种什么虫草 竟然能操纵蚂蚁 让蚂蚁变成了僵尸呢 那接着往下说 这么说这种操纵蚂蚁的虫草 和东虫下草是同一属的 都是线虫草科线虫草树 这里的线虫草又叫蛇虫草 说的是它们长出来的小蘑菇 像条小蛇一样 是这么个意思 然后刚才说的这种 叫偏侧蛇虫草 偏侧什么意思 其实刚才也能看出来 就是它们最后子实体上 那个瘤子 或者叫子囊壳 它是从小蛇侧面长出来的 所以才叫偏侧蛇虫草 是这么回事 然后还有个情况要说一下 就是偏侧蛇虫草这个名称呢 它其实代表的是 很多虫草的复合体 目前发现的有20来个物种 这其中每个虫草物种 会操纵特定的蚂蚁物种 这个叫特异性 有些蚂蚁会咬在树枝上 有些会咬在树叶上 然后它们喜欢的高度 喜欢的环境 也多少都有点不一样 比如刚才说的喜欢25厘米这种的 它所操纵的蚂蚁叫公被蚁 这些蚂蚁通常来说都生活在高处 十几20米的树冠上面 找吃的也是尽可能直接从一个树冠 到另一个树冠 在空中形成密室网络 基本不需要到地面上来 不过呢 偶尔也可能有两棵树离得有点远 树冠不挨着 这时候它们就只能下到地面上 从地上爬过去了 而且就是这种情况下 让它们有了感染虫草的风险 因为虫草的包子一般就散布在地面上 那么虫草包子一旦粘到了蚂蚁身上 就会产生一系列的消化酶 什么几丁质酶 脂肪酶 蛋白酶之类的 用这些酶来破坏蚂蚁的外骨骼 它就可以进去了 然后进入蚂蚁体内之后呢 真菌就会吸收蚂蚁的组织作为营养 开始疯狂的增值 快速生长 增长到一定规模之后 它就准备要操纵蚂蚁了 怎么操纵呢 按照以往的认知 肯定要入侵大脑是吧 控制了神经中枢 就可以法号施令了 不过后来2017年的时候 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 主导了一项研究 好像是打破了这个认知 说研究人员用荧光显微镜 观察蚂蚁的尸体 结果发现 它们几乎全身都被真菌填满了 脑袋里面也有真菌 唯独就大脑里面没有 大脑是干净的 看起来真菌并不是通过 入侵大脑来操纵蚂蚁 然后另外研究人员 还有个发现 就是真菌在蚂蚁的 肌肉纤维周围 形成了一些复杂的 三维网络结构 像是把肌肉纤维 给绑起来了一样 看起来非常奇特 所以这么一来呢 也不知道从哪开始 就出现了一种说法 说虫草控制蚂蚁 是通过这些网络结构 来直接控制肌肉的 像是控制提线木偶一样 也就是说那些僵尸蚂蚁 头脑还是清醒的 是抗拒的 但是身体呢 已经不受自己控制了 不由自主的 就爬到了真菌喜欢的位置 然后一扣咬了下去 这是现在传播 最广的一种说法 那么这种说法 听起来呢 确实够玄幻了 是吧 很有噱头 不过实际上呢 可能并不是这样 因为17年论文里 那个网络结构 作者并没有说 它是控制肌肉用的 人家说的是 获取营养用的 是真菌细胞之间 输送营养物质的通道 只不过看起来 像是在控制肌肉而已 其实并没有 然后另外2014年的时候 其实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 还有项研究 研究的内容 就是虫草对蚂蚁大脑的控制 研究人员把真菌和蚂蚁大脑 一起培养 发现它们会产生两种化合物 一种叫翘氨醇 一种叫GBA 它俩被认为 就是用来接管蚂蚁大脑的物质 也就是说虽然真菌细胞没进去 但是有化学物质进去了 所以最后僵尸蚂蚁那些行为 你并不能说它头脑就一定还清醒 其实这是一个误解 当然虫草操纵蚂蚁这事吧 你说起来简单是吧 化学物质接管了大脑 然后蚂蚁就听话了 好像很简单 但具体它怎么实现 这个谁也说不清楚 还属于未知领域 然后僵尸蚂蚁这些迷惑行为当中 最标志性的 就是它最后一定会死死咬住什么东西 这个很与众不同 因为大多数虫草 寄生其他昆虫那些虫草都没这个 所以科学家们也重点研究了这事 结果有个非常神秘的发现 说僵尸蚂蚁这一口咬下去 你经常会发现它还在乱动 好像是想要挣脱开一样 不过再怎么挣扎 它可能都没有机会松开了 因为虫草真菌会分泌一种化合物 让蚂蚁的咬合肌逐渐萎缩掉 也就是说负责张嘴的肌肉失灵了 它只能永远锁死在上面 就这么悲惨 所以科学家们还想了个名称 叫Death Grip 死亡咬合 死也不从口的意思 确保蚂蚁挂在上面 永远都不会掉下来 这也是真菌计划的一部分 那么至于蚂蚁会咬在什么地方 好像也有规律 说日带雨林的僵尸蚂蚁 好像更喜欢咬在树叶上 也就是叶子背面的叶脉上 然后温带森林的蚂蚁呢 似乎更喜欢直接咬在树枝上 有这么个区别 所以这有什么说到吗 哎 还真有 首先叶子背面的好处很明显 是吧 刚才说过了 叶子可以遮太阳 可以挡雨 也更隐蔽一些 对真菌来说就很理想 然后温带的僵尸蚂蚁 干嘛不咬叶子呢 哎 是因为温带的森林 通常是落叶里 叶子会掉 那些操纵蚂蚁咬叶子的虫草 就不占优势 所以最后自然选择 就把咬树枝的留下来了 它是这么回事 然后另外呢 科学家们还研究了被咬的树叶 结果有个大发现 刚才咱说了 说大约98%的僵尸蚂蚁 会咬在叶脉上 因为会抓得更牢一些 那么这些被咬过的地方 就会留下一个特殊的咬痕 一个痕迹 就是叶脉两侧 各有一个洞 跟雅林一样 非常有识别度 然后这种咬痕呢 后来竟然在化石里也发现了 说德国有个化石遗址 叫梅塞尔坑 这里面出土的 大约4800万年前的树叶化石上面 就发现了这样的痕迹 建立之后 就是僵尸蚂蚁咬的 说明至少那个时候 就有操纵蚂蚁的虫草了 这对研究虫草的演化史非常重要 那么说到这儿 有观众可能有疑问 说不是热带雨林的虫草 才会让蚂蚁咬树叶吗 德国的化石怎么回事呢 这个科学家们也解释了 说4800万年前那时候 德国的气候其实非常温暖 米塞尔坑那片属于是压热带森林 并不是落叶林 所以当时那儿的虫草 是咬树叶那种的 它是这么回事 后来气候发生了变化 有些森林就变成落叶林了 为了适应新的环境 就又逐渐分化出了咬树枝的虫草 虫草其实有过这么一个演化过程 那么说到虫草的演化 还有个事也挺有意思 就是它们操纵宿主这个行为 是怎么出现的 因为你想 包括青藏高原的东虫下草 还有寄生其他昆虫那些虫草 大部分都只是寄生 然后杀死宿主 并不会操纵它们干什么 所以这个操纵行为有什么来头呢 咱接着往下说 说2019年的时候 有项研究找了600多种虫草物种 分析了它们的DNA 发现最早那些虫草 是寄生甲虫幼虫的 最后这些幼虫是死哪算哪 虫草从它们身上长出来就算完事了 也不会刻意去操控它们 所以为什么后来出现了操纵宿主的虫草呢 诶 科学家们分析了 说这是因为有些虫草 遇到了新宿主 不操纵不行了 比如刚才说的蚂蚁 就跟甲虫幼虫这些完全不一样 蚂蚁是社会性动物 整个蚁群生活在一起的 然后蚁群里有个什么现象呢 叫社会性免疫 说的是如果有蚂蚁感染了什么病原体 病得很重的话 就会被清理出蚁群 随便丢到什么地方 那么这事听起来很残酷 其实对蚁群来说非常重要 要不然就有团灭风险 是吧 也只能嫌顾全大局 所以寄生蚂蚁的虫草呢 就得考虑这个问题了 因为如果蚂蚁被清理 被随便丢掉的话 就不一定死在适合真菌生长的地方了 所以它们最好在蚂蚁被蚁群清理之前 先让蚂蚁自己离开 找个好地方再死掉 那么这个策略呢 明显能给真菌带来生存优势 所以就被保留下来了 来了 刚才也说了 这事说起来简单 真菌到底怎么做到的 仍然是个威界之谜 毕竟僵尸蚂蚁那些行为 实在是太复杂 太精确了 又是特定的25厘米高度 又是靠北的树叶 还得在正午时分咬下去 你就感觉真菌得完全驾驭蚂蚁的感官和身体 才有可能做到这些 真的是非常可怕的一种生物 不过好在啊 目前来说啊 还没发现这些真菌对人类有什么威胁 你想要是它们演化成 可以操纵人类大脑的话 那可就太恐怖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